大家好,我是房王寿长,今天是2月7号了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所知道的消息 根据官方消息的过去的24小时,宜昌市新增确诊人数有47例 死亡1例,出院2例 这个数字,如果你连续是观看我的视频的人 就可以记得,我们宜昌市确诊的这个病例的人数好像在波动一样 今天40多例,明天60多例,后天又是40多例 接着又是60多例,就是40、60、40、60这个区间在波动 相信呢,我们宜昌市地区这个发病状况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稳定期 只要把工作做细,也就是把继续人员封闭防止二次传染的工作做到位 相信这个平台期过了之后,接着就是一个拐点下降期 到时候慢慢慢慢,人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只要降到零,整个疫情就会在以上4小时 这也是全国现在所有各个地方采取的防控疫情的主要措施 就是封堵 那今天根据我们官方的消息 紧急扩散 关于农村疫情防控措施抓时抓细,招落地的紧急通知 可以看到,现在的措施已经做到很细了 细到以前的那些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农村地区 因为为什么?因为农村地区人员来往不是很频繁 这段时间没有多少人关注他 那现在就是要把工作做到更细致,做到农村地区 那根据这上面的通知呢,一共有十条 十条大概的意思,我来总结一下 意思就是先把人员组建好 各个乡村要成立工作队 这些队伍,人员要赶紧组织起来 就在这两天要组织起来 第二就是信息要保证畅通 最基层到最上层这个信息啊 流通要顺畅 要让上面的人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三呢,就是要 信息要做到位了 工作要做到位了 因为农村的话都是散去 而且相隔很远 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知道 那现在根据他的意思 根据他的工作的安排意思就是 一定要把情况摸排在每一家每一户 每一户的人现在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 要知道 否则的话,现在其实上面 现在对每一家 对农村每一家每一户的情况根本不知情 只有发病之后才知道 哦,原来这里发病了 那现在情况就是 现在工作一定从现在开始 就要每一户每一户的情况 那用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的原话是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不断一天 人员健康状况 全面摸排,必须到位 全面摸排 然后就是重点人 重点人群跟踪 必须监测到位 也就是说已经有症状的人 那一定要有专门的人 健守,健控 不要让这种人到处再跑啊 或者说产染产生二十五人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最下面的第十条 第十条就是 问责追责必须到位 那意思就是说 以前那只有人出去办事 但是出了事没有人扛责任 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保给你就是你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找你 有一个人一定要负责 出了问题要找到一个负责的人 那这个负责的人 他就会上心了 他就会用心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工作已经做到这么细致了 虽然说 我们对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不方便 可以看到 他这上面也要求出门呢 一定所有人到哪里去 买菜 买东西 还有就医 任何东西都是要登记 出门登记 买 到医院去登记 现在到超市面前也要登记 严控每个人的信息情况 你的行踪 这样的话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保障 相信这个工作做到位之后呢 这个疫情慢慢慢慢 你看再一趟市的话 已经处于一个平台期了 相信这个工作做到位之后 疫情就会慢慢慢慢得到控制 今天在家真的很无聊 这几天在家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几天 空气非常好 其实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也不出门 首先 汽车尾气少了 第二大家都待在家里也没有上班 这些重要的工厂 大工厂都没有上班的话 他们也没有排屋 所以 宜昌市的空气质量就明显改善很多 特别是 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湖北省的都在防控 除了宜昌市 周边的地区也一样都跟我们一样 都是处于这种严控封闭 待在家里面的情况 所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没有 他们那个地区也没有污软 所以我们这个地区没有污软 他们也没有污软 周边的地区也没有污软的话 那就不会有污软的空气 因为风吹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这几天的空气真的好 真的很纯净 可以用纯净两个字来形容 像昨天还是今天 我把门窗 我把这个窗打开 透透清晰空气 哇 闻到有空气 那个味 绝对 绝对绝对跟以前不能比 以前的话 虽然说打开窗 透透空气 但是那个空气感觉到 只能说 跟家里比好一些 但是这几天的空气 你可以闻到 你把床一打开 哇 我都想多闻一闻 我觉得空气太纯净了 久违的这种 好闻 不是说香甜 但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哇 好闻 特别是我家又住在江边 这空气吹来 哇 真好闻啊 我都想多吹一吹 但就是太冷 所以稍微吹一下我就关了 这几天实在太无聊 所以说我就拍了一下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我就拍了一下 我中午午饭 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现在家里的伙食状况 好 先来看看我们家的厨房 这是我妈在煮汤 煮萝卜汤 煮萝卜汤啊 你看这里有一个碗 里面放了香肠 还有牛肉 好 现在我们来上桌子啦 吃饭啦 开饭啦 打开这个锅 看看里面有什么 菠菜胡萝卜 好 你看还有两盘青菜 豌豆还有竹笋 当然这是笋子 这是毛豆 这是香肠 香肠真好吃啊 还有饭 饭现在吃腻了 青菜啊 多吃青菜啊 补充维生素 这个青菜很好吃 这个青菜很好吃 绳子啊 绳子是我的最爱啊 我妈炒的绳子特别好吃 这绳子实际上是过年前买的 到现在省不了多少了 幸亏有冰箱啊 好吃 好吃 你看这是菠菜 菠菜有营养 吃一点青菜菠菜 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吃青菜 像这种肉啊 真的不想吃 好了 今天 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刚才看到我家中午吃的什么东西了 觉得怎么样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哦对了 我发现有两个人 无论我什么时候发视频 因为我发视频都是很晚的 我要做视频都做的很晚的 我无论什么时候发视频 这两个人 赶紧的给我点这个 他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不管是发 我不管是发 什么类型的视频 他都会有两个人 给我点这个 所以如果你真的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或者给我鼓励的话 不要一看鸟子 希望你给我点这个 也算是对我一个鼓励 其实我都没多少粉丝 如果你真的 喜欢看我这个频道 每天跟大家聊聊天 见见面的话 希望一定要点这个 把那几个人的 这种恶意的行为 把它盖掉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 这么执迷不悟的 对我每一个视频 不论任何类型的视频 他就第一时间赶上来 什么都不做 就是点这个 他也不留言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这么两个人 你看我的视频 你看我的前几个视频 就是有两个人 不停的给我点这个 不过也好 因为我知道 因为这样就让我知道了 原来还有两个人 心中有我 虽然他是恨我 仇恨让人永远记住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很奇怪 这种感觉很奇妙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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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